OdioJungle OdioJungle 参考消息网3月21日报道 俄媒称 英俄因前间谍斯克里帕尔中毒仪式产生的外交局语面临发酵为经济冲突的风险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已经表示 又已减少进口俄天然气 俄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3月19日回应称 寻找替代俄能源的方案 只会给消费国资深带来损失 据俄罗斯报纸网3月19日报道 特雷沙梅认为 俄借助天然气出口向很多国家施加压力 但英国将减轻对俄天然气的依赖程度 他说 我们将继续与欧盟磋商能源安全问题 报道称 英国的想法显然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华盛顿2017年通过一项法案 旨在阻止俄向欧洲铺设新天然气管道 并提高美国液化气在欧洲市场中所占份额 英国目前是俄天然气在西欧的关键客户之一 据俄气公司统计 俄2017年向英国输送于160亿立方米天然气 在英国天然气消费总量中约占23% 俄专家扎尔斯基认为 理论上 英国政府能做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进口俄天然气 但鉴于英国的天然气需求逐年增长 英国当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报道称 斯克里帕尔事件的影响还在继续扩大 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呼吁在英国政治体系中拒绝使用来自俄罗斯的政治捐款 多名英国议员则主张要求与政界有关联且财产超过一定数额的 在英定居外国人申报财产来源 这首先针对的将是俄罗斯公民 报道称 对俄实施经济制裁一事尚未被提及 但倘若事态继续化 英俄两国贸易必定会受到影响 俄金融领域高级分析师斯瓦里奇认为 倘若英国决定对俄实施经济制裁 也许会从限制英国企业收购额资产开始 另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3月19日报道 克里姆林宫3月19日说 伦敦应该就指控俄罗斯在英国对前间别提起女儿 发动神经毒剂西齐一事拿出证据来 否则迟早要道歉 报道称 英国指控俄罗斯使用苏联时代的神经毒剂 袭击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尤利亚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英国的指控难以解释 是无端的诋毁 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表示 宣称莫斯科发动了这次袭击 完全是无稽之谈 而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19日称 俄罗斯的抵赖日益荒诞 这是3月14日在英国伦敦拍摄的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 新华社